對了 這個最漂亮的禮物是送妳的 妳能不能 不要再花錢買禮物給我 妳們西大樓好遠喔 走路要走老半天耶 妳趕快去上課吧 我有事情要跟妳說 妳真的要上課了 妳剛剛沒聽到終身嗎 妳現在趕快先去 妳不是從來不敲課就怪寶寶 這件事情比全情更重要 沒有什麼比上課更重要 妳趕快過去 只有我想了很久 我們分手好不好 不要 妳不要說出來好不好 妳不要說出來好不好 對不起 我知道我分析不注意的情緒 我知道我每次只要一聽到妳講什麼 我就會很衝動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求妳的 對不起 我已經決定了 我們可以分手了 我們可以分手了 妳不喜歡我了嗎 還是我做錯了什麼 如果我有做錯什麼 不管什麼之後妳就可以跟我說啊 妳只要告訴我就可以改 妳只要告訴我我們就還有機會 我就什麼都可以改啊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分手 當初就是因為喜歡才在一起 可是我發現我好像 那是知道的啊 妳剛剛都說妳喜歡我 就算我今天在陳梅喜歡的排行碼上面 就算是第二名也沒有關係 不管怎麼樣 我都會用第一名的心態 全心全力對待妳 我保證 不是妳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我收給了瓜具的百分之一 我知道這件事情聽起來很奇怪 很荒謬甚至很差勁 可是就像是有些植物 他們必須得要在對的 皮質的土壤裡面 才能夠順利長大 這是妳問老師 老師也沒辦法回答妳的 妳跟她上床了嗎 沒有 她騙妳上床了還是妳自己願意跟她上床 我沒有 妳不夠是她的獵物 我真的沒有 我不可以上當 妳老實說 有沒有 我真的沒有 是瓜具叫妳跟妳說 我說沒有的還是她叫妳騙我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沒有 我就是當成喜歡她 愛她的一切啊 真的愛一個人 是不是需要上床的 對不起 大家好我是王靖 訂閱東森創作Youtube 跟我一起支持愛情白皮書喔